大家好,來到這個反轉課堂的時間 今天我們會說回,如果遇到題目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IPO,用IPO去分析 你看到以下就有一些文字描述 一般來說,我們公開試都會看到這些 首先我們需要間低一些詞 例如一些動詞選擇 通知,顯示 除了間低一些動詞之外 我們也需要間低一些名詞的用戶 餐廳,運送時間 當然,英文就會用回同一個技巧 譬如我們把我們叫的名詞 我們在設定內 Food item Sofir And then The Restart infinitely Of all the and then the delivery time, and the work, select, notify, display 好了,做了這個動作之後,然後我們就開始細閱這件事了 理論上,我們如果見到一些字,譬如說是選擇輸入,即是英文的input 這些都會讓我們知道,很大機會放在輸入部分 好了,然後到最後,如果你見到顯示,產生,等等的字眼 如果英文是display,show,output,即是輸出,這些字眼的話 我們就知道這個,有很大機會是我們在IPO的O的部分 好了,我們間就間了,我們就用一個確實的例子來講解 這裡,有一個IPO的表格 剛才我們見到,我們說用戶選擇食品 好了,見到用戶的時候,就應該知道我們需要用到IPO的輸入 好了,但我們不需要寫選擇進去的 我們直接用選擇後面的名詞 即是食品 好了,如果你見到下一題說,用戶輸入年齡 我們在輸入部分,就寫年齡了 當然,用戶選擇相片 那麼我們的輸入部分,就填相片了 好了,然後我們會做output部分,即輸出部分 又是剛才說了,見到一些字眼輸出,顯示等等 你就可以將後面的名詞又寫進去 正如剛才我們的例子,就是輸出的運送時間 那麼我們這裡就填運送時間了 然後中間的處理是最複雜的 通常就是一些名詞見到 譬如我們通常會見到的是排序 可能是一些運算 一些對應、處理等等 這些字眼底下,你就會知道 這個就是放在處理部分 剛才我們的例子就是 通知餐廳 這個就是我們的處理部分 留意處理部分 我們一般是用動詞去寫的 通知餐廳 什麼什麼什麼 或者排序,排序的一個動詞 而輸入和輸出 我們就會用名詞去寫的 在公開示上面,這一題大概是三分題目左右 可能給了前面一段文字 然後你再去寫相應的內容 期望今次大家學了這個技巧之後 可以運用出來 今次的反轉課程就到這裡了 好看 好看